我们的另外一个评分的信息 怎么样来获取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我们去把9.5这个信息 我们放在这里 我们去搜索一下9.5 9.5之后你会发现 再搜索一个9.5 再搜一个9.5 你会发现前面它大概是这么个样子的 MB什么SM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吧 可以去看一下 大概率是这样子 那当然你看这个9.5前面它就没有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地方给复制下来 使用正则来净提取 把它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之后 我们还是放在了这个位置 放在这个单引号里面 单引号里面 单引号里面是我们的正则表达式 但是你发现它会有些什么问题呢 它会有这种空格 有这种换行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可以先进行 用一个换行符来把它替换一下 然后呢替换一下之后呢 但是呢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是哪个呢 我们打个括号 然后点儿兴 然后问号 也就是它以换行符 于是MB SM 然后换行符开头 然后呢以斜杠P为结尾 中间我们要的是这个信息 好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呢叫做Score C-O-R-E-S 我给它打印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这种个电影评分的这种信息 但是你发现这种评分信息它是有一点问题 什么问题呢 它是有各种空格 那你发现在文本处理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个麻烦 那我们需要把这种空格给去除掉 所以呢我们可以写个列表推导式 写列表推导式呢 我们可以先这样来写 在开始之前啊 Score 对吧 In Scores 然后呢可以做一个打印 好这个呢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啊 那这样呢你会发现我们的每一个它都是前面会有一个空格 那我们呢把这个地方呢给它进行空格去掉 就strip一下就能够去掉了 你发现空格已经没有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这种文本 那空格去掉之后 那我们把它放到一个新的 New Score C-O-R-E-S 放到一个新的里面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拿到 我们的评分的这种列表了 对最后呢我们再做一个打印啊 对打印一下 好 再看一下这个效果哎 这种就是我们想要的这种评分 当然的话那有朋友会说啊 你可以用一个列表推导式啊 当然这个写列表推导式还是比较好的啊 怎么样写列表推导式呢 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等于 我们把这一句啊拿过来 写在列表里 然后呢 scall.strip 对吧 我们把它拿过来 因为写上列表推导式啊 你就不用其他的来进行 呃 这个写这地名字什么的了啊 所以这样还是比较方便的 哎 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啊 哎 可以打印了 好 所以呢这个地方相对于来说啊 使用列表推导式啊 会更加的简洁一些啊 但是整个过程呢 大家要去明白啊 实际上这样代码虽然多一点 但是呢比较好理解啊 好保留到这个地方啊 好 那列表推导式呢 我们也会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保留列表推导式的这种形式 这样的话我们想要的电影评分 还有我们想要的电影名称啊 他就已经有了 但是呢 有的时候呢 可能会感觉到不大好看 对吧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会在这个地方来进行看到 我们是需要在某个列表中 是去进行查看 所以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呃 讲一下如何把它存到呃 Excel表格中啊 因为这种地方我们是一般的不会看 对吧 我们就在Excel表格中 这是正常的人的这种需求啊 那如果我们这里的看呢 是电影的评分啊 这种信息 那后面呢 你可能会看一些商品的信息啊 所以这就是慢慢的去进行啊 这种个业务化啊 这就叫业务需求啊 好 我们的这种提取啊 先到这里啊 那么接下来呢 再去讲一下如何存到Excel表格中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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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